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miss掉了一张tower point 起初的一张tower point 第一张 请你翻到你圣经里 约翰福音18章33到38节 比拉多又进了阳门 叫耶稣来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比拉多说 我岂是犹太人呢 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 你做了什么事呢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 我的臣谱必要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比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比拉多说 比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我今天有好消息 也有坏消息要跟你分享 好消息是 你若是顺从遵守 耶稣服从道的话 你就属于真理 若是你还不是基督徒 而你却是在天上的信条的话 这说明你是一个追求真理者 如果是这样 那么愿神祝福你 因为你离神的国度已经不远了 耶稣说 当比拉多只问耶稣 你是否是犹大人的王 耶稣说 我是为此而生 我特为真理做见证 事实上 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 耶稣如此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任何人选择 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神就除去了他的罪 他拥有真理 而且能够与那最圣洁的神相交 并获得了永生的恩赐 若这不是好消息 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 那坏消息是什么呢 坏消息是 作为真理的见证者 你将被嘲笑 你将被抹黑 并且甚至被迫害 是的 就像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般 你看比拉多如何地嘲笑耶稣 他说真理是什么呢 对于这位在公年26到36年的 这个犹大的州长 Marcus Pontius Pilate 他对真相是嗤之与鼻的 他是通过裙带关系来得作他的职位 对于这些执政的精英们来说 他们没有 或者他们不认为有任何绝对的真理 真理只是他们来操纵 来得力的一个工具吧 因为他不认识真理 所以他的邪恶很快地 就使他从恩赐统治中堕落 而不久之后 他就自杀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比拉多他面对真理的时候 他不认识他 所以他就失去了与真理相交的机会 可是他是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他问说什么是真理呢 这使我想起是个盲人 他摸象的故事 第一个摸到大象的鼻子 他说大象是一个长长又很灵活的一个人物 第二个人他摸到大象的耳朵 他说大象是像个皮扇子 第三个摸到大象的腿 他说不 大象是像树一样的肩不结实 第四个摸到大象的尾巴 他说你们都错了 大象又长又瘦 像个蛇一样 每一个人对大象有他自己的看法 但是由于他们的盲目呢 每一个人都只能够了解 那真相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因为大象的存在 是在这些盲人以外的 所以事实证明他们都是错的 部分的真理 部分的真相 不能够代替真实的实物 从某种意义来上说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这个四个盲人一样 我们的理解和见识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中间或许有一些的人 具有那较高的智力 所以他们就能够感知到那更多的真相 而其他人就较少 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真正地看清楚全貌 因为我们都处在 这个我们想要理解的 这个宇宙空间之内 我们一方面 我们没有办法从其中跳出来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没有那足够无限的时间 来供我们足够时间来探讨 换句话说 我们不是神 只有神 祂是那创造宇宙万物者 祂是在那宇宙之外的 祂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所以祂拥有那方管的视野角度 能够看清楚全貌 而且也能够向我们完整地来呈现 描述我们的宇宙 祂是那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和解释者 事实上神就是真理的化身 我们只能够通过祂的启示 来认识 来了解真理 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 就像这个四个盲人一样 他们只能够在当他们的 势力被恢复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知道 大象的真正面貌 在诗篇119篇第142节 他这样讲对于神 神啊 你的公义永远长存 你的律法尽都真实 Thy law is the truth 人是无法独创真理的 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 凡人 我们不能够阻止 跟头发从黑变为凡 在这里我需要感谢我的先生 他为我染法 但是他需要一次又一次地 来为我染法 除非我决定说要归回自然 在世上的恋人 也会彼此对说 说我爱你 我爱你直到海枯石烂 可是我们却是看到 离婚的算率却是一直在增长 顺便说一句 你知道吗 According to the Guinness Book of Records OK 这世界上结婚持续最多的女人 她的结婚有达二十三次 她曾经嫁过一个罪犯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一个音乐家 一个水匠 她有一个丈夫 仅仅持续三天 她又另外一个丈夫三次 人是善变的 短暂的 与永恒的不变的真理 是完全相悖的 但是神的口中的话语 是神口中的话语 把这个世界创造出来 他按着他的心意 来使太阳 月亮 星星 在他们的轨道之中来环绕 他写下了那宇宙的定律 他确定了光束 他照他的心意 来他划出那星辰的轨道 而立定了地中吸引力 以及播种和收割的定律 从起初到如今 这些一切都照着他的法令 来继续的运行 同样的他在世界之中 为我们确定了 弥定了这个道德的标准 如果我们遵守这个标准的话呢 我们将会生活在和平 和谐和繁荣之中 若是我们违背了这准则的话呢 我们将遭受到彼此的伤害 和极大的损失 在新约里呢 神进一步地把他的实践 浓缩为两条简单且优雅的命令 在路加福音十章 在路加福音十章 二十七节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灵色如同自己 当我们照着这个两条界面去行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不知不觉之中 我们就满足了那整个世界的要求 这些永恒的真理 将为人类带来那真正的祝福 幸福和和平 可是任何人 任何时候 当人违背了这些精准的法则的时候 就会引起混乱 败坏和毁灭 我们看到今天 我们的世界 我们就会知道 人没有遵行 神的道 神的律法 人们撒谎 欺诈 作弊 以图利益 贪婪和暴力 已经成为常态 冷酷无情的人 摧毁无辜的生命 仅仅在今年 全世界就已经有 七百六十万儿童被堕胎 我们现在仅仅是在三月初而已 你是否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每年约有四十到五十千万个儿童被堕胎 我是看了一个website 一个叫做worldometer的网站 这个网站是实际的 即时的 就是最新时间的登记 那所有被堕胎的人数 你知道当你看那个网站上 你真的是看着心惊够跳 因为每分每秒 那个数字都在跳动 我这几天的观察下来 我发觉 每一天就有十万个孩子被堕胎掉 我真不知下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世界上 有任何其他的生物 是如此的 有系统性的 持续性的被消灭毁坏 我真想知道 那些动物权力团体 他们对此有何感想 但是这些事情是 严重地违背了神的心意 在《创世记》里面 第九章五到六节 那里说 流你们血 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受 是人 我必追讨他的罪 就是像个人的弟兄 也是如此 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被人所流 因为神造人 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 神是如此珍惜的人的生命 甚至他要向动物 来追讨流人血的罪 顺便说一句 保护生命 保护生命权 是建立体系的 体制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的独立宣言 他如此说 所有人的创造 都是平等的 创造者赋予他们 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 自由和追求幸福 为了确保这些权利 政府所以被建立 而统治者的权利 来自于被统治者 生命权是人权的 人权的首要 也是最基本的权利 如果他都能够被拿去的话 我们如何能够确保 我们其他的权利 不被拿走呢 在诗篇 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 他说 儿女是耶和华 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我们的孩子 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 要让我们来爱他们 来保护他们 来教育他们 好让他们能够成长 成为在神面前 在人面前 一个有用的人 他们具有他们自己的思想 意志 而还有神所赋予他们的 独特的命定 但是今天 看到这些堕胎支持者 他们称呼堕胎为 妇女的选择 而不是谋杀 现在已经有八个州 对堕胎没有丝毫限制 或献起 你可以杀死 在这些州 是他出生那一刻 他这些州是 Alaska Colorado New Hampshire New Jersey New Mexico New York Oregon Vermont 还有 Washington D.C 何等的悲惨 神所以为珍贵的 人却以为多余 神所看为好的 人却不屑一顾 如此 好坏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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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脱轨 拜登政府 现在正在积极地 颠转堕胎法 因为要使他不能够被最高法院投胆 他将用纳税人的钱来 甚至迫使宗教及组织 要为他们的雇员来支付那堕胎的付款 若是这个计划成就 堕胎的 将要拨线性的上升 当人 据神的恩赐的时候 人 成自己的灭亡 还有这个平等数学 在我们的学校中 对真理的颠覆越来越明显 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平等数学 更加的讲明这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弟兄 大同他所做的这个影片 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最近美国某个州教育局 推出一份教师培训计划 匪夷所思地提出 准确的数学是种族主义 白人至高无上 体现在寻找标准答案上 诚然 世上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但初等数学的求证 都有标准答案 2加2等于4 不会因为种族不同而改变 这是常识 美国现在的中小学生 数学水准虽不高 但还没有遭到数学题 都没有准确答案的地步 这不禁让人想起 政治幻想小说 1984里的情节 极权政府强迫 主人认2加2等于5 以前想 世间哪会有这等荒唐事 谁是今天在美国碰上了 上网一查 原来数学种族主义论 已抛出多年 指责数学教育存在制度化的歧视 数学的标准化考试成绩 会阻止某些族裔 性别阶层的学生学习数学 造成社会不平等 应根据学生族裔等背景做调整 社区大学应取消代数课 概括起来就是两点 一 坚持数学有标准答案 就是种族主义 二 非洲裔拉丁裔学生数学差 应当降低标准 第一点之荒谬 自不必多说 第二点的理由 有根据吗 1969年7月 当世人目睹太空人阿姆斯壮登上月球时 很少人知道 太空船飞行轨道的计算重任 由多位黑人女性团队担刚 领导者是飞翼女数学家凯撒林强森 太空船的飞行轨道 差之毫里 失之千里 登月工程初期还没有电脑可用 海量的复杂计算 全部靠他们用纸笔计算尺完成 在天才会追的美国宇航局里 凯撒林的数学功力 无人能出其有 从1952年开始到1986年退休 他参与了宇航局 几乎每一个重大的项目 局长吉姆布莱登斯坦说 他帮助我们国家 拓展了太空边界 在人类探索太空的渴望中 他的重大成就 也给女性和有色人种 打开了大门 他是美国的英雄 他的攻击永远不会被遗忘 凯撒林因此曾获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 总统自由奖章和国会金职奖章 圣经上说 因为神不偏待人 他待王子不寻情面 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 因为都是他手所造 出身贫困农家的凯撒林 自幼展露数学天赋 十岁上高中 十四岁获全额奖学金进入西佛吉尼亚州立大学 攻读数学 他的导师克莱托尔是美国第三位黑人数学博士 值得深思的是 早在1925年 美国就培养出了世界第一位黑人数学博士 埃尔伯特·考克斯 他冲破种族隔离的障碍 把多位家境贫寒的黑人学生 造就成出类拔萃的数学家 为美国的科技教育做出卓越贡献 一百年后的今天 却有人论断非裔数学不行 需要降低标准 人们不得不问 这不正是对非裔的种族歧视吗 还是要证明 平权法案推行60多年来 反而造成了非裔数学能力下降呢 数学种族主义论者 这种自相矛盾的歪理 说穿了无非是要除去标准 否认真理 圣经上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 人类因一步步认识真理 才一步步获得更多的自由 离开地面 登上月球 飞上火星 应当庆幸的是 当年凯撒林带领他的团队 反复计算 寻找到精准的答案后 宇航局才放飞 否则阿波罗11号 不知会飞到哪里去了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事节目 感谢主我们的大同弟兄 他做新事传播 做了一个非常 他向来做非常好的影片 特别是我们看到在这个 影片之中 在描述解释这个公平数学 在这视频里 推动平等数学这个指令的 就是Oregon 可是其实 并不是发自于Oregon的 他这个课程是发自于 Washington State 而他是从 他是从Bill Gates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的慷慨支柱下 来形成的 在加州我们在今年 大概11月 我们就会看到 这种的校学也会进入到 加州的6到8年级 我们看到他教导的是 他觉得他 教导是说 那追求正确答案 是那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特征 所以他鼓励老师们和学生们 要来寻找那另外的答案 甚至像简单如2加2等于4的 这种的问题 他都要 要他们来寻找另外的答案 他要求大学要取消 对怠速的要求 以免歧视黑人 因为黑人他们的智力不够 这是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 在基本上 他是在这种寻求种族平等的放置下 他要来摧毁基本的真理 让我们不能够用真理的基础 来认识我们的世界 这门的课程 它的目的 真的不是要真正的实行种族平等 而是要来破坏那绝对主义 绝对主义的观念 要来破坏我们对真理的信任 而限制我们的成长和发展 若是我们的孩子 不能够掌握住数学代数 我们的孩子如何能够来面对 几何统计学或维基分呢 我们下一代的工程师 建筑师 科学家 航运员 将要怎么办呢 我们会回到黑暗时代呢 神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的确真理会带给我们自由 相反的 谎言会使我们陷入捆绑和黑暗之中 这周又发生了一次对真理的攻击 国会正在对平等法进行辩论和投票 这是一步承认LGBTQ权利 在任何公共场合的法案 不管是在教会 清真社 学校 健身房 企业 企业的各种企业之中 要为这些LGBTQ来争取权利 LGBTQ是什么呢 它包括 女同性者 Lesbian 男同性者 Gay 双性恋者 Bisexual 变性者 Transsexual 和Q代表什么 Q代表那一切任何其他的性取向 这将迫使基督徒违背圣经 对于性取向和性别的认同和定义 他将迫使教师与学生来接受一个男孩 作为一个女孩 接受一个女孩作为一个男孩 允许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认同 来进入到私人空间 像更衣室 厕所 洗浴房 这将影响每一个教会 学校 收养机构 任何的企业 体育比赛 医院 医生 护士 等等 这将影响我们安全 从小 且灌输他们 如此的观念 让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性别 而不容许父母参与意见 逼迫医生进行变性手术 不管他们的个人的观点 职业的道德 或者宗教的取向 换句话说 我们的社会有一群人 他们向着神 挥晃着拳头说 我们据你的定义和法德 我们将定义我们自己 我们的性别 我们的婚姻 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而活 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吗 这正是撒旦教的基本宗旨 任意而为 do as thou will 当人们无视于神的心意 而任意而行的时候 这就是罪的定义 这使我想起 在以色列历史之中 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 就是四诗时代 the time of the judges 在四诗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他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今天在美国 黑暗势力通过攻击神的真理 逐渐削弱了我们信仰的基础 这样做会引起混乱并且打开各种腐败之门 真理是重要的 在诗篇十一章第三节里 大卫王如此问 根基确 根基础毁坏 根基础毁坏 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感谢主 神对这个问题 有所解答 在下以下的经节 他说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慧眼查看世人 耶和华四焰一人 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 他心里恨恶 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 有烈火 硫磺 热风 做他们碑中的份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神他并不是看不见 真理是重要的 他将行动来恢复正义 邪人不能够继续地逍遥法外 四世纪像我们显示了 神对一个任性的国家的 重复审判 每一次当以色列人 忘记了他们的神 而去膜拜 追踪其他神的时候 神就允许他周遭的国家 来侵入到以色列 好让他们得知 谁才是他们真正的保护者 捍卫者 一旦他们悔改而向神呼求的时候 神就为他们拍遣一个拯救者 在审判之中 神能就有怜悯 面对以色列的一再反叛 我真的是赞叹神的耐心 但我们的神 他就是如此的 诗篇89篇14节说 公义和公平 是你宝座的根基 慈爱和诚实 行在你前面 我们的神 他的慈爱和真理 是共存的 是平行的 是的 在审判之中 神能就既得怜悯 他不永远向我们发怒 他的心意 总是要来挽回 他的百姓 好消息是 紧跟着《四诗记》 是一本小小美丽的书 叫做《路德记》 《路德记》的书记载了 一位外邦的寡妇 他如何因为他信靠 以色列神而来到 居住在以色列中 被他的人民接纳 且在这个迦南地里 结婚养子 你知道他生的儿子是谁啊 他所生的儿子就是大卫王的祖父 这个女子她的名字叫做路德 路德的意思就是 慈悲或者是怜悯 我们看到 甚至在那时候是四诗时代 就是在那时代 在百姓叛逆的时候 神都已经在为他们预备 一个将来要来的公义之王 好带领他们来归回 归向神 来享受神对人的恩典与慈爱 我相信神今天 也在为我们预备一位拯救者 一位公义之王 他必要快快地来审判恶人 来恢复公义 因为他喜爱公义 那我们要问 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们作为神的教会 我们当扮演什么角色呢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不能够面对虚谎 而说你爱怎么过活就过活吧 我们不能够接受虚谎 会接受虚谎 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都有后果的 我们既然有神的真理 我们拥有那能够释放人脱离捆绑的真理 我们需要来坚持练 我们需要来清楚认识他 我们需要来实践他 我们需要来实践他 我们需要来宣扬他 我们更需要来教导他给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的孩子且能够认识真理 而且能够以身作折地教导我们的孩子如何跟我们的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需要来寻求 我们需要来寻求无神 我们需要称罪为罪 我们需要来支持那些为真理发生的机构 我们需要来支持那些遵行真理的政治家 我们要参与我们的学校 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们需要做来为真理赞助 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来参与神怜悯救赎的情况 来呼吁人们悔改 我们是基督的见证者 是真理的见证人 我们要让世人知道 在神那里有拯救 真正的自由和满足 不是来于任意而行 不是来于那优质的受 性自由和性改变 不能够带来真喜乐 真正的平安 来自于跟我们的创造主 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来自于跟我们的所爱的人 修复关系 我们不要再被罪恶感压迫着 我们要来释放愤怒 且承受自己为美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造物主 他从来不犯错 如果我说的话 对你有任何的意义的话 我要你知道 神认识你 他看见你 他且在你身上有那美好的心意 要来依资 要来爱你 他是那唯一真理的给予者 他所说的一切的话 都是信实可信的 他说 寻找我 你就必寻见 你若承认 神儿子为你的救主 他就要赏赐给你 权柄 来作为神的儿女 呼求耶稣基督的名 你必会得救 我刚才说过 这个坏消息 是我们作为真理的见证人 我们将受到嘲笑 抹黑和破坏 逼迫 这些是事实 但是 The story is not over 还有好消息 好消息是什么呢 好消息是 我们将会有一群荣耀的征战伴侣 回顾过去的一年 我们知道战争非常的激烈 我们看到有不可思议的德语师 但总体而言 我看到一支 由真理见证者所组合 组成的一支军队 这个军队里 这个我们的征战的办理 他们的名单包括谁呢 包括 President Donald Trump 包括 Mike Lindell 包括 Sydney Powell 还有 The attorney Lyn Wood Mayor Giuliani Mike Pompeo Kellie McAnony Tenry Flynn And Robert Kennedy Jr. Dale Bittry Dinesh D'Souza And Candace Bowen 还有那很多的代替媒体 代替媒体 Octernic News 还有那许许多多的 Trump的支持者 这些支持 这些的真理的见证者当中 有许多都是认真的基督徒 他们为什么争战 他们争战是因为 他们认识那独一的真理的给予者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为能够参与在其中 这个争战之中而自豪 这时是那选择的日子 我们要选择哪边站呢 我们是否会选择背叛上帝的法令 效法当今的世界呢 还是我们会选择站在真理这边 为生命 自由和正义来征战 这将是一个艰苦的奋斗 因为我们是属于少数派 但请记住 路加福音12章32节 他说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这个争战并不容易 但请放心 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父神 他要为我们争战而来恢复真理公义 他慈爱 他乐意把国度来赏赐给我们 这时我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把你的圣经拿出来 OK 你若身边没有圣经 我们后面有圣经 OK 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拿起我们的圣经 我请你要来一同跟我宣告 只有一位神 以三位一体的形式表达 父 子和圣灵 三而一的神 是我们的创造者 大家请跟我一起念 我们的捍卫者 也是唯一的真理给予者 这本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真理 是我们生命的手册 是无物的 可信靠的 在真理上训练 在公义中训练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 根据圣经 神造两性 男性与女性 婚姻定义为男人和女人之间 在神面前的结合 根据圣经 神造了人类 每个人不分物色或种族 在上帝看来都是宝贵的 他希望我们彼此善待 彼此和平共处 根据圣经 人不是由我们的性取向来定义的 而是由我们是否顺从 神生命的教训来定义的 我们越是服从他 我们越会向他 这是人的主要目的 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 根据圣经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流无辜人的血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根据圣经 上帝已经赐了他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 作为人的代罪羔羊 除去我们的罪 好让凡悔改认罪的人 都能得到宽恕和永恒的生命 Amen 感谢主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的名 是的 你就是 你就是真理 你就是真生命 你是那世界之光 主啊在你的光照之中 我们都得启示 在你的光照之中 在你的启示里 亲爱的主 我们认识和为真理 主啊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不留我们做孤儿 你赐给我们你的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你的作为 是的 亲爱的主 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 我们说 我们要按着 你话语的真理来过活 我们要按着 你的心意来活 而我们必能够享受 那真正丰盛的人生 我们谢谢你 因为这是你向着 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 我们谢谢你 在你的审判之中 你能有怜悯 你显示 你的慈爱 与你的真理是并行的 我们谢谢你 你如此地恩待我们众人 主啊愿你的话来触摸 那凡听到你话的人 主啊让他们的心中回应你 主啊让我们都要来悔改 来承认我们的过犯 让我们来转向 来归向你 来承认你为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我们生命的准则 谢谢你亲爱的主 愿赞美荣耀都归给你 因你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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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